我现在终于到达世界上最冷的城市雅库斯克 大家好 我是大亮 今天我要去找一个露营地 然后搭建一个庇护所 昨天住了暖裤车上的冰雪全部都化冻了 你看今天这个天气比昨天还要冷 直接起雾了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亚洲最大的冻鱼市场 然后我们去买装备搭建营地 这个地上也是特别打滑 现在我们去市场 你看 这个就是昨天救人我的那个雨哥 雨哥 文哥 文哥带我买帐篷 你看现在三点钟已经开始天黑了 来我们到地方了 你看亚洲最大的冻鱼市场 那边 然后后面这边是卖衣服的 文哥这个车是一个V8的大陆行 俄罗斯牌照 这会真的是好冷 你看很大雾气 市场在那边 我们等会过去 这边大部分都是蒙古人 亚库特人 看 文哥在这边是做貂皮生意的 他的俄语特别好 然后那个雨哥他也是 俄语特别好 我这个都不行 不要那么多 要那么多干嘛 那这一家 当一个吃衫都行了 我这个 在户外拆一个吃衫也可以 对啊 里边这个能看多少度 这个零下45度50度啥问题 哇好厚啊 这不是书书穿的 哇这个厚 你去蒸装好好的把 拿到这边看看 哎呀好厚 现在国内这个衣服 一万两千多 这个啊 哇这个好厚 哇好厚啊 这个纯大鹅 纯大鹅 对 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 这个好 瞬间发烧了 又厚又重啊 重吗 还可以 现在咱们来买户外装备啊 带你们看一下 俄罗斯这边的户外装备 怎么样 一进来这边都是户外装备啊 啥都有 你看 这边还有望软镜 我们好好看一下啊 你看保温杯 户外奴具 哇 真好 哇这啥都有啊 你看装备齐全 真的 然后取暖的 哇 这种造都挺好 挺不错 你看 然后 你看我身上戴的帽子啊 我头上戴的帽子 就是这边的 你看 都是一百多 帽子特别舒服 比我这个帽子要舒服多了 我这帽子 戴着不舒服 太大了 你看 在这边居然看到这种冰掉帐篷了 两千多块钱啊 还有这个奴子都是一千多 比我们国内还是贵一些啊 你看还有皮夸挺 真的是啥都有啊 大倒是挺大 好大 就选择你这个帐篷了啊 一千多块钱呀 没有帐篷是真不行 因为咱们得做饭吃嘛 然后晚上的话空间也大一些啊 可以在里面睡觉 我感觉应该还配个炉子 收起来就是这样的 还挺好 OK 炉子七百块 然后帐篷不到两千 合着一起两千多块钱吧 好贵呀 现在文哥又走了啊 我这边东西都买齐了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这里的冷 世界上最大的动鱼市场啊 那边我先把手套戴上 是第一次见真的好壮观呀 你看全部都是鱼 这个牛蹄才250弩布 然后猪蹄才150弩布 才30块钱啊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蹄子 好像是牛蹄 也好像是马蹄 脸冻麻了 把我这个厚衣服穿上了 这边的鱼特别好吃啊 是冷水鱼 然后这边肉便宜 那三文鱼都是100多块钱一斤 然后淡水鱼都是 几块到十几块不等 你看到后面小房子里面 全部都是鱼 你看所有车子都没有熄火 然后车里面都是没有人 现在我们准备去找营地啊 找营地 这个亚库斯科这边汽油也贵一些 你看68弩布 一身 5块多钱呀 你像别的地方都是4块多钱 这个5块多将近6块的 一个晚上不熄火要烧 要烧100多块钱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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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烧100多块钱油 茶油直接7块多了 7块了 本来是想着在这个湖边安营扎寨啊 但是现在这个温度太低了 全部都是白雾完全干不到 可能得明天白天再找录营地 然后再搭建帐篷呢 你看啊 这是空气中的温度已经凝结了 并不是雪 你看 这会温度直接爆表了 然后过来找酒链找不上 全部都已经爆满了 然后要不就是都是几万奴布一晚上 你看街上 街上看不到一个车了 一个车一个人都没有了 车子全部都进浪裤了 你看 绝对是没有一个车一个人 弄得冒白烟 附近哪里有酒店呀 进不去 这也是吗 嗯哼 你不一起 哦好 谢谢你 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 看多少钱一晚上啊 这个可以 没有 没有号码 没有房间的吗 没有房间的吗 没房间了 没有房间吗 没放置 没有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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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去问一下 看能不能订 你好 可以住宿吗 我们没有地方 但是旅馆 我告诉过你没有地方 对 谢谢 好 没有房间 你看 全部都没有房间 那会想着去安营扎寨 所以就没有订酒店 现在是彻底订不上了 一个人都没有 你看现在零下39度 又连续找了三家 还是住满了 实在不行 我就准备在我车里面坐一晚上 现在已经连点钟了 坐通宵 反正车子不熄火也不冷了 所以说我们明天还是得想办法 搭建营地 好了 朋友们 今天视频咱们到此结束 喜欢我大量的 给我点个赞 期待我们后面 陆营生活 点个赞 加油 谢谢